参加82366周年纪念活动 总统来琴的强调要强化国防力量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这也是他上任后首次前进金门 同时间就任后的第一次 还包含英国金融时报 揭露了外交部长林教龙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 外交高阶官员本周在美国华府 进行特殊管道会谈 日前美国学者才建议台湾国防预算 应该要达到整体GDP的5% 这回行政院总预算出炉 国防部明年度预算 共达6470亿 占GDP的2.45%创下新高 相较以色列平均占GDP的 4.8%到5之间 邻近的国家新加坡和韩国 则大约落在3%左右 台湾国防预算占比狂飙 到底是因为战争近在眼前 还是美国卖我们的武器 实在天价贵 以色列面临的四周 都是强敌的状况是这样 当然它的国防GDP的占比 绝对比我们要高 美国它是因为全球战略的关系 所以它必须要比较高的国防比例 另外潜建国造海昆号 还没完成海测 行政院已经核定了2840亿 为期14年要筹建 七艘新式的潜建量产 在一档炮轰急着编预算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国防部过去常常都是用 投过生就过的方式 海昆号没有下船 一口气2840亿 而且长达14年的预算 这不是等于明朝的官 来编列新朝的预算吗 本来海昆不是说在 蔡英文交班之前 就要海测完成 就拖了这么久也没海测 中间发生什么问题 难道只是因为采购武器 这个比较缓慢的原因吗 究竟是为了厂商的利益 还是说是为了全民国防所需要 费用太高 我们建一艘海空号 典型人家美国的一艘 核子潜建的费用 但这个费用到底到哪去 专家痛批行政部门 试图闯关潜建国造预算 质疑在这种金额庞大 风险未明的情况 就要量产 恐怕导致日后精准度会严重不足 机会黄英俊 李俊云 安少主台报道